好 今年到年底了 那么回顾今年的台湾车市 汽车的挂牌数预估会比 在去年衰退大概5%以上 可是电动车却是逆势成长一倍 那传统的车厂现在也积极的卡位 有美系品牌就已经预告了 明年要导入纯电休旅 挑战的是台湾的车市 纯牌外观 车身再放大 特斯拉旗下休旅程Model Y 进军台湾销售 累积超过1万张订单 不只新创品牌爆发 传统车厂也有跟上 动态式LED头灯 延伸车体流线感 KIA首款纯电车EV6 今年配额已经交车完毕 而且冲上台湾市占第三 仅次于特斯拉跟BMW 这两年车市接连受到晶片荒 缺车影响 2022年台湾汽车挂牌数 预估将比2021年衰退5.3% 但电动车全力使大成长 2021年挂牌7100辆 今年成长一倍达到14000辆 成为获利新方向 不放过纯电市场 福特六合确定将在明年下旬 倒入野马电动休旅 也将是福特在台推出的首款电动车 要冲刺明年车市 因为地缘政治还有供应链 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了 所以我们其实对明年来讲 觉得还是充满挑战 但是当然我们也是审慎乐观 尤其明年我们也会推出这个电动车 随着电动车越来越竞争白热化 它的市场的售价 也会越来越有竞争力 环保医师抬头 纯电化是必然趋势 台湾也越来越多品牌导入 但要普及化 价格跟充电桩的数量 还是一大挑战 詹学许智庸方向